什么是金锐 老子打的就是金锐 先杀马队 先杀马 再杀财 丁俊辉 终于释放了 围裙幕后 复习犯规 也要冲动炸一炸马黑球 大气人赖了 史上第32次冰奥会 三届英准赛冠军 VS7届英准赛冠冠 谁能主打冲突 问顶最后的冠军传奇 Come on Dean Come on Ronnie 持球就不用考虑了 这球拉不回来的 回顾最后制胜局的生死时刻 丁俊辉 其实打得很生气了 这意料之外的 存在上的球 确实有点 让他猛了一点 没想到会有一个球进 所以 只能草草来了 这一杆贴黄的斯诺克 要去看了 他这个球知道 要能传进的话 交位可能还带着一点 这是纯防的一个 一分之彩球 那种交位的感觉大 一场步步踩当私的 贴贴球神仙大战 就此拉起 回顾这制胜局 之前的PK 也是魔幻无比 若上半程的2比2战评 是双方热身赛 那么到了下半场 小特凶狠无比 一上来就单杆124分 接着丁俊辉连赢两局 其中第7局 也强硬回敬一杆110分 然后 小特铁血复仇 在第8局打出105分 将比分颁平为4比4 最后 丁俊辉继续拼出 单杆88分 率先抢下赛点 这才有现在 这么魔幻的比赛场面 这小特 就是要欺负丁俊辉的 长台球 没有他准了 现在欺负丁俊辉 长台不好 丁俊辉 这一感 终究还是 给到重带机会了 丁俊辉就不敢 露这种球给小特打 还好小特居然没进 但运气 极极炸裂 依然没露球 双方继续撕摩防守 但这个时候 小特已经拿到先手优势了 特不如这控制先手了 红烈打走 还可以往球队中间贴 先缓一个 这小特还是能做得 继续沉底的 这先手还在 没有露球 真是步步都是悬崖峭壁 双方相关给对手 出考题 就看谁先憋不住了 这就不是那么好贴了 终带没有吗 这个终带可能是有的 结果 还真就给他留了 这么一点点空隙了 终带 这次有了 光 警惕 影响着敌肝效果 9 小特 一旦制胜的好时机 调回来 15 上面去降 上去有四个球 有三个球的位置都好 22 23 25 26 要往粉球 左侧一点的位置碰一下 终带救赎 只不过 小特还真给机会 这意料之外的红球打丢 瞬间又给了丁俊辉 直接绞杀比赛的机会 看露的是哪一个 上半区的两个球都不好 本球正下的接手 看有没有 特朗普还是有压力的 有了 这准度 是走位 确实是教科书籍 加油啊 若丁俊辉 一举拿下这局的话 也意味着他顺利刷新 自己的职业历史 9 左边这个红球也有紧 这个好板 下半区的五套球 难度不大 完成梦幻的连续两年 杀入英锦赛决赛舞台 这也将是他职业生涯 第五次打进英锦赛决赛 悬念是上半区的左侧 靠边库的这个层 不过这个悬念 如果打到最后 才打这个红球的话 我觉得悬念就不大了 等于说这个边库的红球 最后打 最关键的还是要把 这个上半的下半区的 几套好打的 打顺 完美续写 三届英锦赛冠军 遭遇赛会七冠王的神奇故事 哪怕是对于火箭丁俊辉 球迷们来说 谁赢都高兴 毕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吗 回顾丁俊辉的英锦赛决赛历程 2005 丁俊辉10比6史蒂夫 戴维斯 早一点 停了一点 手里想留向上角度 结果走得少了 好球 提前叫编故球的一个机会 2009 丁俊辉10比8约翰 西金斯 2019 丁俊辉10比6史蒂夫 马奎尔 2022 马克 艾伦10比7 丁俊辉 那么2023年的丁俊辉 面对奥沙利文 会打出怎么样的战径呢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祝贺他 黑球打进 红球打进 超分 在自己职业低谱期 他没有放弃自己 从四个龙次 一路杀入国赛 在自己高超39.8度的时候 他咬住牙关 摇摇摆摆中 复仇爱人 正在一路杀过来 他遭遇的某一个队友 都是很合作 几乎不让全力补气 但中国龙 依然过关斩将 完成了最美好的冲刺 非常值钱 好 恭喜丁俊辉 连续两年 闯入 英尼赛的决赛 反正 所以 你很难怪他 在拿下超分球时 那激动的心情 更别怪他在最后 白球没停了 也要目标这么一击 宣洩自己内心 横开不已的 不达喜悦心情 恭喜丁俊辉 不是 你不cock丁俊辉 字幕请 Area